大家在社交平台上 周時看到美國指責中國 在新疆有強迫勞工 當然在中國沒有 但在美國實際上有沒有呢 給大家一些實例 現在在美國製造軍備廠家 三分之一都是利用美國監獄裏 籌犯的勞工 這些籌犯勞工 可以說跟強迫勞動差不遠 先給大家看看內文 這篇文章發表於2022年2月14日 美國最大的軍工企業 包括不停賺很多錢的 利用監獄裏監獄的 雖然是President Industrial Complex 監獄工業複合體 有一個Mint Press News 進行了一些研究 在最大100個 為國防部工作的企業之中 2022年8月37日 利用這些被囚人士 而賺水非常大的利潤 那些被囚人士包括監獄 在拘留中心 以及在邊境移民的拘留中心等等 如果大家把這個數字 縮到頭25個最大的軍火製造商 比例增高很多 在最大的100個之中 就是37% 但是在再縮小一點 最大的25%之中 是有16個的 這裡已經過半了 一半是12.5% 現在這個是16% 這裏是52% 即是半隻52% 超過了一半以上 是用這些勞工的 名單呢 如下 大堆名單 我不和大家慢慢 逆誰是誰 我竟然看到這裡有一個 Cantinal Health Incorporated 為什麼跟健康有關呢 這裏有一個IBM 哇 IBM也有份 AT&T Microsoft 微軟 即是哪間公司沒有份 Detroit也有 大家可以想像到 到底他們這些勞工 原來當你訪問一些知情人士發言 他們說這些根本是 這些工業 製造一些彈藥 軍備 以及 Intelligent Industry 就是 情報 全部搞了一堆 另外問另一個人 他又說 你做開洋都是衰的 做兩天都是衰的 所以這些公司絕對不介意 用這些在籌人士的勞工 而這個在籌人士的勞工 其實的量是多少 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麼 有些公司一年可以 有間公司 這是哪間公司 這是 The Company Ridon Ridon 他一年售賣644億美元的產品 找一些勞工做 人工多少呢 嘩 每個小時二十三美先 嘩 一元都沒有 一個小時 二十三美先 即是說 他們做這些事情 例如 愛國者導彈 Patriot missile 要590萬一支 這些勞工要 Around the clock 即是 不能分架 工作二十四小時 要做三千年 才可以抵償到 每個人工 即是 你二十三個先 那些廉價勞工 要三千年 不停工作 這才等於 他的售價 可以見到 這個公司賺很多錢 以這些做出來的產品 也賣去一些非常差 人權的政府 包括沙特阿拉伯 Quartar United Arab Emirates 等等等等 那些在囚人士 每個小時賺兩毫三指 但是做出來的那些過百萬武器 就給一些年薪兩萬元的士兵 射向一些平民 一輩子都不能賺到那麼多錢 其實從頭到尾 就是 製造一個賺錢的機會 給這些軍備公司 另外 這些在囚人士 在美國除了這些 還有電子 安全帶 鋼殼用品 嘩 這些在囚人士真的這麼厲害 包括Generic 亦都 利用這些在囚人士 就是 他說Generic 供應監獄的食物 監獄內的健康等等 至於美國自己本身的 Unical 即是美國聯邦政府的 監獄機構 亦都利用他們的 一萬六千名在囚人士 在2021年 做什麼呢? 做 紡織 商業用品 辦公式用品 電子 以及 軍工企業用品 從這裏可見 說中國在新疆有 強迫勞工 原來是照自己的版本做出來的 他們真的有強迫勞工 記得這些監犯 每個小時 才能賺到二十三仙 二十三仙 而如果你不做的話 會受到懲罰 因為 他說這個工作 是 將你管教的一部份 讓你可以重新 將來可以出來 賺錢 不過可惜 這些監犯可能 永遠出不來 因為出來之後 他可以犯一些小事 又進去 當你犯了三次之後 刑份量非常重 可能就是 偷一塊餅乾 已經有十年 這些永遠出不來 正好被美國 軍工企業 用來做廉價勞工 難怪 所以明白為何 美國不停指責中國 有強迫勞動 原來是跟他們自己的版本做出來的